一言不合再度互唱 朝野的唇槍舌震 都是为了总预算案 又被民众党提案 占款立案 站完汪洪威又占廖森桑 看得出了庄睿怂又多怒 不过在野党也不满 庄睿怂的发言硬扣帽子 只是朝野护杠之际 陈委会主席 也是国民党立委的吴宗憲 这才是有色为妙 那我们就依照前提 那本次议程朝案提报 用会处理 没动用表决 把案子卡在陈委会翻到 是送交周五用会处理 而跟自家立场有点落差的 还有健保点局这件事 国民党立委邀请编组预算 零点择五元一点 不过同台的院长和部长 两说法 听到邱太元的答复 杨琼英一度真大眼 这下卓院长也只能赶快补充 跟邱太元立场一致 齐菲菲的新闻 吴胡言气宽柔 台报到